胡玉芝原名胡水鱼,自玉芝生于浙江 胡玉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新闻发展史上享有重要地位 他于1940年南来,并在陈嘉庚先生所创办的南洋商报担任总编辑 在南洋商报担任总编辑期间,胡玉芝每天都写一篇社论 同时也写专论和时事短评 在日之占领马兴期间,胡玉芝与玉达夫张楚昆等名人 避难至印度尼西亚 1945年后,胡玉芝回到新加坡 并创办了南桥日报、封下新妇女等报章刊物 1948年,胡玉芝回到中国 并在政府机构和文化界担任要职 胡玉芝在新加坡期间 他对新加坡的报章出版、文艺和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